中年的男性 那白蘭琪在知道現實 在知道這個真相之後呢 用非常殘酷的方式 傷害了她的小男朋友 就傷害了她的小丈夫 那白蘭琪傷害這個小丈夫的方式 其實也就是說一個女的異性戀 傷害同性戀的方式 就如同她被這個男性社會的道德官 傷害的方式是一樣的 那我當時讀的時候就覺得說 很顯然在這部這個劇本 在1951年被好萊塢拍成電影版的過程中 有一套電檢制度 把同性戀的劇情刪掉了 但同時呢 她就讓我想到說 其實我們所有的人 其實我們一直不斷的在遭遇 各式各樣的檢查制度 所以呢我就在小說裡頭 把這個追索白蘭琪的過程 放到獅子林大樓去 因為關於獅子林大樓 我們也有一個集體記憶被刪除的過程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唯有氣而不捨 我們唯有氣而不捨 不斷不斷的去讀原來的東西 才會發現說 有同性戀的情節 被右派被電檢制度刪除了 那同樣的我們也唯有氣而不捨 就像我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說天安門事件跟正南榮事件 其實是發生在同一年 可是呢這個社會為了要對抗共 就是說當時的執政黨為了要 為了要批判共產黨 所以只讓我們看天安門事件 卻不讓我們看正南榮事件 那獅子林大樓也是一樣 就是說其實獅子林大樓是 是在日本時代是一個寺廟叫做淨土真宗東本院寺 他另外有一個西本院寺在中華路上 這個東本院寺呢他後來呢國民黨來接收之後呢就把他變成一個特務 特務中心所以其實呢從1947到1951甚至1952 1947到1951也正好是慾望街車這個作品被創造 被創作出來的年代這個劇本是1947年寫的電影版是1951年拍成的 那事實上在同樣的那段時間台灣台北市的獅子林大樓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獅子林大樓 它其實是特務抓政治犯的最重要的空間 那其實當時全台灣所有的政治犯 全台灣所有的政治犯 第一站就是被送到那邊去 對 然後呢等到行球咬人都結束之後 才送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現在的萊萊飯店 以及國家電影資料館 也就是說其實關於這個城市 有很多在這個城市裡頭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其實我們是很輕易的就 對 就我們很輕易的就不知道 曾經發生過這樣子的事情 那其實我在當時在小說裡頭寫作這一段的時候 是有點刻意的把這個慾望街車被刪除的 以及獅子林大樓被刪除的記憶做 做勾結這樣子 那我覺得我那個勾結的意圖 也是有點想要把同志庫兒的議題 跟政治犯的議題做一些勾結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寫作的人 就很像我剛剛提到 那個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一樣 就是說我們會發現說在當代有一些主題 是年輕人比較容易接近 那有另外一些主題是年輕人比較不容易接近的 那作為一個寫作者 我的策略很可能就是把年輕人比較容易接近的主題 跟年輕人比較不容易接近的主題放在一起 好 那個我準備的那個輸入部分已經講完了 然後兩邊沒什麼好講 所以我絕對要講視覺的東西 那個 我今天有帶那個 念永珍 大片世界 沒有了 念永珍設計的那個 因為國際書長我跟念永珍一起講了一場嘛 所以我都覺得很有意思 你們現在看到那個新版的那個書一 那其實也是一個海報 那等一下可以打開 那是另外一個海報 我想講一下視覺的東西 就是我們去拍那個 這個國家劇院版的第一波宣傳的時候 其實那個 念永珍跟莎士比亞劇團的那個 莎士比亞的妹妹 沙士比亞妹妹劇團的那個把握 他的視覺 然後再加上那個 念永珍在出版下什麼 《自轉星球》 曾經出了一個 新銳的很年輕的男孩的日本攝影師 叫森隆喜 那 エキモリ 他是EIKI 可是他們日本發言的念稱 EIKI 他們三個其實主導了這個視覺 那我有點想想講那個視覺跟那個文本的關係 就是 這一波視覺 我猜應該是 我們那時候去拍的時候 應該是去年 去年10月11月之類的事情 那其實那 那一整天其實很像電影出外景 因為 沙士比亞妹妹劇團的把握他畫了三十幾張 那個 就他打算拍三十幾個構圖 那他就先畫好 構圖 比如說他 我們是在彈晶公路 那你們看到這一台那個VOLVO車 是 是 已經 就是壞掉停產 就是 是拖到彈晶公路上的 那比如說把布就 他有設計一個視覺 是在彈晶公路上的夕陽 那 這個流亡家族 最 就是最後的Bankwit 最後的那個 聚餐 那 他畫了三十幾個 那個要拍的那個 那 我那天就 然後 第一個 我是一個很實務的人嘛 第一個 我就知道那個 背後的那個 就是七個主要演員 那加上群眾演員 那加上道具的調度 場景的調度 所有的那些 反正就是我默默來看著這一切進行 可是第二個 我覺得那個 對我的那個 創作的激發就是說 原來大家對於同一個文本的 視覺的 想像是那麼的大 那麼的不同 就是 你們應該有看過 《頭髮娘媽》之前的 第一版 就是 很五年級 就是我家的老照片 那其實整個 整個書 整個書透露的 氣息 顏色 感覺 我覺得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五年級 的人的 的 的 感覺結構 那 那一整天的拍攝 第一個很快 因為要拍三十幾個cut 那第二個是一直 一直換場景 可是我印象好深刻就是 那個 姐姐的這個部分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 我姐姐死亡的那個場景 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那 那個 那個其實 那個 Eggie的小說裡面 比如說你講到 那個 市井大樓 就是 那個時候 我姐穿了很短的裙子的 七七七餐廳 就是在那個大樓這樣 那 可是 當他們設計出來的時候呢 嗯 我就發現 就是 就是 Eggie 那個 念永珍 跟 我猜他們大概都三十 就比我們少一輪吧 就三十歲 三十 三十出頭左右 那他們對於那個 呃 科藥 跟對於死亡這件事情 那他們 在 在他們這三個視覺團隊裡面 的想像反而是 我覺得是 是有一種 吸引力的 那 呃 因為這裡沒有那張 他們沒有用那張 有一張照片是 呃 綠色的浴缸 對對對 外方躺在浴缸裡面 那 呃 那個時候是 呃 現場 Eggie 就那個攝影師 把所有的那個演員 就所有的家人 先拍 拍立得 那 家人的 家人的身影在拍立得呢 那 就是讓他那個 拍立得不要曝光完全 讓他 是 殘缺的 那 在泡在 那個 那個浴缸的水 水面的上面 所以是一堆拍立得 那 第二個他們去買了 就很大顆的 彩色的 那個糖果 那 那當然就是 象徵的紅中白板 那 那個 散步在那個 那個 馬賽克的那個 那個浴缸裡面 那 Eggie是 浮澡 去拍那張照片這樣子 那 那 我那時候就自己就 就感覺就說 嗯 他們對於 書裡面的這一段 他們 在他們腦筋裡面 產生的那個 意向是跟我 完全完全不同的 對 所以 嗯 對 就是 多講一個這個 視覺的部分 那 嗯 可是 我還是 因為我真的很愛講八卦 我可以講八卦嗎 我可以講八卦嗎 我想來 加一個那個 這個 這個不要拍好不好 好 這真的是大八